叫做肥城,是因为这里的美食菜肴实在是太丰富了 波隆纳在中世纪时是富豪的天下 市区很小,以教堂、市政厅、宫殿为中心 Velova呢,是意大利的美食原料 是骨酪、葡萄田铺和巴默的发源地 小巷里竟是售卖各种新鲜的书滚店铺 当地人讲究的是食材新鲜的烹调料理 意大利人的饮食文化全然展现在私人业会上 乳酪、香肠、火腿都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姜肴 他们讲究的是食物的多样化 还有舒适自在的用餐气氛 意大利正餐包括面包、开胃沙拉 烈食煮菜、饭后铁平、咖啡、饭后酒 一件事我认为非常有趣 是因为后来你吃饭的饭 为什么你必须吃饭的饭 为什么你不吃饭和饭一起吃饭 我们不喜欢混合的饭 每个人都必须吃饭 常常吃饭 常常吃饭 我们准备一碗饭 我们准备咖啡饭 然后我们准备咖啡饭 然后我们准备咖啡饭 那是为什么我认为 我认为大部分的饭 饭的饭是很小的 饭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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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 否则你只能吃饭 饭的饭 饭的饭 饭 我认为有很多人知道 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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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 放命 皇后 饭 放肩饭 表面 饭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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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方那边呢 他们只要是 不过中部的人呢 他们就比较挑一些 为什么他们吃那个扒拔呢 首先呢 一定要是手工做的 他的这个托特里呢 非常的巧巧可爱 那托特里呢 他总共有三个不少的情况 那是最小的 有中型的 还有一个大科的 大科的那个是在春天的时候 他们才吃头呢 就有些 所谓春天可以找到 那种限量都放在里头 然后对小科这个 我觉得是超可爱 而且他的这个灵感 那他的豆角是来自 Vinus 维大师女神的 哪里呢 肚脐 是看起来 非常的巧巧 另外一种他们喜欢吃的 就是 饺子 这是意大利饺 他们的意大利饺 都不一样 为什么呢 你看 他们的饺子形状呢 有圆的 也有方的 虽然都我们的一样 都是有那些限量 有那些限量啊 有那些菠菜啊 有乳酪啊 有那个腌肉啊 如果口味比较重的话呢 甚至呢 可以把整块肉给塞在里头 我会觉得这种 一站式的一个店呢 就可以买到很多 就是 丰润的一些配料 比如说 你家自然可以买到的乳料啦 那个烟腿啦 然后 然后 Parmahen啦 买了所有的用来 回来呢 就可以去煮一个 丰盛的晚餐了 面对宝山 哪里有空手而归的道理呢 我会觉得 对宝山 好 对宝山